大家好,我是Sam Jack Solomon, 是温哥華的地產經紀 大家知不知道在温哥華買樓除了可以買現樓、樓花之外 還有一件東西可以買,就是assignment 樓花轉讓 買assignment 的好處是你不用怕它爛尾 因為一般來說樓花轉讓就會在三至四個月之前就開始轉 另外你可能會有機會進入單位去驗樓、收樓 可以看清楚單位 第三個好處是你可即買即住 而且是全新的,你是第一手的業主 今天我和大家介紹的我最新的名字 就是我後面的這單樓是618 Carnivore 在New Westminster新西敏 而單位是在19樓向南的全河景 附近有Skytrain Station 周圍都是律師樓和法院附近 這個assignment 的價錢非常吸引 只可以轉給有工作簽證的海外買家 如果你現在在加拿大做事,有工作簽證 而接下來又打算申請PR的話 這個盤就適合你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不要走開了 這個盤的位置是相當近天車站的 就是Expo Line的New Westminster的站 可能有些朋友對New Westminster這個地方不太熟悉 讓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橙色箭咀就是大廈位置 綠色箭咀就是天車站 如果走路過去的話,十分鐘都不用 而這個天車站還連接著一個商場 裡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店鋪 就足以應付你的日常生活了 例如有些餐廳、大型速箱市場、約房 還有一間戲院 當然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店鋪 如果覺得這個商場還未能夠滿足你的話 在附近還有一個Rutford Market可以讓你走 由天車站走過天橋 跨過火車軌便到了 Hungry and Curious 是甚麼來的 原來在樓上是有一間專門訓練人做馬戲的學校 頗特別 樓下有很多餐廳 樓下這間就是賣墨西哥的食物 賣雪糕也有 還有一間是賣雜貨的店鋪 看完裡面,出去逛逛 這裡有個全世界最大的士兵公仔 好壯觀 好壯觀 這裡絕對是打卡的熱門地點 這裡河是哪裏呢? 這裡就是Phasel River的河邊 你看這裡多放鬆 好壯觀看 有空便可以來欣賞河境之餘 又可以來釣魚 放狗也行 而且一直都有咖啡店、餐廳 像這樣 走累了還可以坐下來吃點東西 這裡有一架杜輪叫做Q2Q Ferry 就是由這邊Keyside 就過去對面Queensville 好多住在Queensville 的人 就乘搭這架杜輪過來接駁 SkyTrain 上班 就是黃色這架船仔 每半個小時就開一班 這裏還有一個Discovery Center 好像一個博物館一樣 就是介紹Fraser River的歷史和生態環境 這裏就是我的Listing的位置 走過來River Market 都只是十多分鐘 開車去Duntown Vancouver 都大概是25至30分鐘 離開河邊遠一點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Enville Center 的地方 裏面就有一個劇院 還有一些藝術展覽 這條就是Carlovan街 附近就有一個法院和很多律師樓 而我的Listing就在這條街上 地址就是618 Carlovan Street 這裏就是大廈入口 還未完成的 大概是今年9月至10月左右 和大家看看Floor Plan 室內面積就是628呎 在一個一房加書房的單位 廚房就是U字形 非常實用 客廳這裏就有一排窗 由這裏出去就是露台 要注意這個單位是1905 是有一個大露台的 只有19樓的單位才有這個大露台 雖然可以出現一部 wrapper 這邊應該是1918ента 像世界是它以下現在급的規定 はい我們會 pojaw 不是可以意見 可以四週視頻 另外還有 Gym 、寵物洗澡的地方、前台服務等等 而且還有客房 對這個 assignment 有興趣的朋友 現在就立即打電話給我 又或者將你的資料填在這張表格上 我會盡快回覆你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讓你隨時都可以收到最新的溫哥華地產資訊和最新的樓盤資料 下次見 拜拜